美国治国方略网站8月21日文章 原提金砖国家领导人齐聚之际 华盛顿却在方向盘前打瞌睡 金砖国家领导人齐聚约翰内斯堡 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而美国几乎在一言不发的旁观 事实上该组织既有华盛顿的主要对手 俄罗斯和中国 也有它的合作伙伴印度、巴西和南非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许多观察家 向来对金砖国家不屑一顾 认为它只是空谈场所 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微乎其微 有些人甚至呼吁解散金砖国家 笔者最近撰文指出此类看法的错误 金砖国家正逐渐崭露头角 最近它吸引了其他20多个国家的极大兴趣 当一个组织有一份等待加入的名单时 就很难说无关紧要了 其他希望加入金砖国家的国家 并不是因为这会在一夜之间 将他们变成强大的国家 而是因为他们将其视作一次认真尝试 去填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真空 这一秩序目前远不能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 他们也在为未来单极格局大大削弱 甚至彻底消失的世界秩序做准备 金砖国家可以与另一个 通常受到更多关注的组织 即由美国领导的七国集团进行对比 G7由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成 这些国家也都是美国的核心盟友 不妨比较一下G7广岛峰会的联合声明 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北京宣言 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乌克兰问题 G7谴责莫斯科并呼吁扭转俄罗斯的侵略 而金砖国家在注意到其成员国 在冲突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同时 明确支持俄罗斯同乌克兰谈判 同时也承诺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 有时候人们认为金砖国家 以1955年的万龙会议 或1961年成立的不结盟运动相似 这些都是反对集团政治和冷战的全球南方倡议 他们往往与华盛顿产生矛盾 部分原因在于 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这些倡议 持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 1956年 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 不结盟是不道德的 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几年里 华盛顿反对南方国家的倡议 并采取干涉和入侵的方式 来确保其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主导地位 那么美国应该如何应对 例如金砖国家这样日益壮大 且凝聚起来的合作组织呢 始终真诚地表示 不强迫别国做出选择 将是良好的第一步 但拥有盟国的美国 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 尤其是涉及中国式 不对全球南方的非盟友国家施压 才能赢得善意 才有助于维护美国在这些国家的软实力 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认为 美国的苛刻要求侵犯其主权 美国应认真对待此类不满 美国这些要求 包括推行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 对外国政治制度进行侵犯性评判 以及试图推广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在国外推行这些价值观的行为 充满了双重标准 从而毫无信誉可言 其中一些价值观 在美国国内也存在激烈争议 因此要求其他国家接受这些价值观 既是战略错误也是事实上的道德错误 全球南方日益拥护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 新兴的东方与南方之间的合作框架 但这并不是因为反对美国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 实际上它寻求对冲单极格局衰落带来的风险 并建立替代机构来解决当前秩序的不足 最后华盛顿至少需要解决金砖国家等组织 提出的一些以发展为导向的要求 这些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加大对国际气候行动的支持力度 结束市马组织上诉机构目前的瘫痪状态 回到真正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方式上来等 华盛顿回应这些的最佳方式是参与游戏 而不是置身事外 从来要求到中方式的长时间 谢谢大家 和解决筹 解决筹 解决筹